今天是十月二十九 然後是第二天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清水寺 出發 我們來前往清水寺的路上 我們在清水寺的山松塔 半層衫的藍色 烤焦加 褲子 米色褲 還有一件外套 雙面穿的外套 還有Pattern的鞋子 那你都沒被一件爬上來了 沒有難得好嗎 有 我們現在在清水寺的山松塔 和西門 然後還可以俯瞰 日本的美景 Let's go 給大家看看日本的美景 好美喔 我們在清水寺的本堂 五台 參拜 剛買了清水寺的御守 開箱給大家看 正午我們來到了一家名為英語茶寮的地方吃午餐 而且就在清水寺旁邊而已 相當方便 我點的是湯豆腐魚傘 妹妹點的是蕎麥麵套餐 爸爸點的是生腐啤酒條蔥油豆腐蕎麥麵 在眼前這個是芝麻豆腐加上蒜苗 旁邊的這個是四種佐料 配味噌醬烤 雙色麵筋 醬菜 花椒小魚乾拌飯和白味盛湯 不得不說芝麻豆腐真的是很讚耶 豆腐加上佐料後也別有一番風味 吃飽喝足後接下來我們來到附近荒荒 這是普門庵和普門茶屋 不管是滿伴手禮或是坐下來用餐都可以 而這裡呢就是擁有能自製豆腐的歐卡比亞豆腐工廠 這附近也可以看到傳統京都的民房 請搭訪 雨娘 接下來前往高台室前 先決定在日式甜點店停下來 品尝抹茶红豆冰淇淋 接下来就是参观高台市啦 现在要去高台市 这边就是开山堂 高台市除了可以看到 跟封城秀吉相关的文物之外 里面的竹林也是相当美呢 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八板神社的总本社 这个是本店前的五店 也是一年四季举行许多庆典仪式的场所 而这边就是本店啦 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在紫园四条商店间逛逛 也可以前往附近的花见小路 这边就是花一间小路啦 木造的建筑带出了浓浓复古的风情 很有怀旧的京都风貌呢 这里就是来京都一定必来的鸭川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四季串 到了超市買晚餐 妹妹選的是炒飯 而我選的是豬排飯 晚上呢 則是在京都車站附近畫畫 談看了水舞秀 作為今天的結尾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